这个文句里面的说法 有一次体悟出来的 他用借这个始觉本觉究竟觉的 这个体现论的道理来汇合 也蛮有道理 因为这类文字啊 你要怎么样看都可以 它是圆的 你要怎么讲都可以 他们都有道理 没有错的了 这些无论谁说都没有错 都有道理 但是只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关于这类话 这部经里面可以说 经常会碰到 接下去是向佛请求 为垂大悲 慧我密言 成就如来最后开始 这是欧南的话就请罚 我单单期望 佛垂世大悲心 给我这个秘密的庙庄言录 密言就是前面的庙庄言录 就是无上无提 要怎么样的从六根里面 选一根下手 而破无名阵法身 那么成就如来最后的开始 所谓最后开始啊 这次讲了之后 圆通本根就显出来了 从此之后 欧南就可以犹犹修行 所以这个 这次的开始是最后 就是在这个 求圆通本根的法会当中 这是最后 所以要求佛无论如何 要好好的 那个使他能够 提供到这个圆通本根 所以我想 看欧南这么谦虚的话 围垂大悲 会我命连 他一定不敢 威胁于佛了 你会说不可 不说 我就没有办法成佛 那你有过失 他一定不敢这样 绝对不敢这样 所以他就是很慈悲的 就求佛 好好的开始 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是于五体头的退 退藏秘籍 祭佛而明首 很有意思 我呢 好像小孩子 这个时候他话说完了 五体头的顶礼 拜好了回到自己的本位 退退回自己的本位 什么叫做秘籍啊 他心里等待 佛可能不敢公开表示 要我选哪一根 他必定会秘密的 想出一个办法 偷偷的跟我讲 让我体会到 所以我退藏起来 我秘密的等待佛 这个祭佛名首 祭就是祺 祺望佛呀 明明中守我一个圆通本根 他想佛呀 这么慈悲 是他的大哥 他一定会 不要跟他人说 不要跟他人说 偷偷跟他说 就好 把他人不知道 没要紧 几乎明首 他望佛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看 温南有的时候像小孩 有的时候像大人 有的时候看起来 好像他很愚痴 没有智慧 有的时候看他智慧聪明 没有认识过他 他真是样样都会了 这个时候他就显示像个小孩子的样子 他等待佛 佛一定慈悲 他会拿过很好的糖果 给我吃 这一吃 我就得到圆通本根 我就可以好好修行 将来就一定成佛了 他心里就老是这样想 所以这个请法请完了 然后你看佛怎么做 接下去 名字下第二 师尊 执众圣 说最初悟门 释迦牟尼佛 执令当时法会上所有的圣者 众圣 包含 这个二十五元通里面的菩萨 欧罗汉在里面 说他最初悟门 最初发现修行 修却佛法 最先开悟的这个方式 是什么 那么这里有三段 第一是 世尊 普直 翻过来是 帽子下 第二 众圣 各成 还有第三 第三在后边 第六卷 第三是 光瑞 起一线 二十五元通 说完了 观世摩萨的耳根源通 说完了 佛放光 现种种瑞相 那么 显示这个法会的俗胜 所以叫做光瑞起一线 光瑞起一线 这一颗 在第六卷 而且是在耳根源通 观世摩萨的耳根源通 说完之后 才有这个光瑞起一线的文字 现在是 先讲第一段 世尊普直 普是普遍 普遍指令 法会大众 所有的圣者 希望你有每一个修法 有一个人代表 出来说明你的修正经过 所以经文说 而是 世尊普告众中 诸大菩萨 及诸漏尽大阿罗汉 这个时候 欧南请法的话 说完了 退查密集 祭佛 明首的时候 佛就向当时法会大众 说了下面的话 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 普遍告知 在会的大众 大众当中诸大菩萨 里面的除掉观世音菩萨之外 二十四远东里面像大世智菩萨 普贤菩萨 这都是大菩萨 那么欧罗汉就包含像这个释迦牟尼佛 木剑萨等 都是已经断剑私祸的 叫做猪肉 已经 即是病集 病集已经把烦恼断尽了 肉是烦恼 就是剑私祸已经断尽 正到欧罗汉国的这些大欧罗汉 那么对那些大欧罗汉们说 您的菩萨及欧罗汉 生我法中得存无学 这是先对全体的这个正国的圣者说 你们大家 无论是菩萨 或者是正欧罗汉国的欧罗汉 生在我释迦牟尼的法中 得存无学 就是已经正到最起吗 欧罗汉国 不必再学了 已经超出三件 那么下面的文字 休息一下再讲